在南篮世界杯小组赛中 中国南篮以89比107 输给了波多黎个南篮18分 遭遇三连败 亚洲六支球队中 只有日本南篮取得了一胜二负的战绩 这也意味着 没有亚洲球队获得直通奥运会的资格 需要通过接下来的排位赛争夺名额 这对于中国南篮来说是最有的机会 让人高兴的是 在中国南篮在17至32名的排位赛中的对手 是安哥拉和菲律宾南篮 而日本南篮却要面对 佛德角和委内瑞拉南篮 相比之下 中国南篮的对手实力更弱 这是非常有利的条件 个人认为 中国南篮有望后发指人 最终拿到了亚洲区 唯一一张直通巴黎奥运的入场券 最后 为球迷们附上亚洲六支球队的积分预测情况 大家觉得 中国南篮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1.中国二胜三负 7分净胜分-20分2 日本一胜三负 6分净胜分-31分3 伊朗一胜四负 6分净胜分-56分4 约旦一胜四负 6分净胜分-65分5 菲律宾零胜五负 5分净胜分-73分6 黎巴嫩零胜五负 5分净胜分-120分 6分净胜分-6分净胜分-7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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